这是1994年大象泰克疯狂袭击人类的真实影像 视频中泰克一改往日温顺的模样 拼尽全力的袭击地上的炫兽师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得疯狂倒窜 直到泰克被警方击中87枪 彻底倒地不及后这场混乱才停了下来 那么泰克究竟经历了什么 又为何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 视频中疯狂的大象名叫泰克 出生在莫桑比克森林 由于他的疯狂举动 导致马戏团的两名工作人员 当场死亡 以及数十名群众受伤的惨剧 然而当了解到了泰克的悲惨遭遇后 身为人类的我们 却很难对他说出一句质责的话 众所周知 野生大象向往自由 又喜欢群聚生活 原本泰克和象群一同生活在莫桑比克森林中 他本应该在象群的保护下 无忧无虑地长大 结果却经被一次机会与象群走散 从而造成了悲惨的开端 还没等泰克从无措中走出来 就遇到了非法捕捉野生动物的猎人 天真的泰克并不就对他们多防备 因此很快就落入了猎人的陷阱内 运送到了当时臭名昭著的获森公司 这家公司经常做一些非法生意 尤其热衷于给马戏团提供表演的动物 因此很快泰克就被夏威夷的一家马戏团 以告假买走 并有了现在的名字 资本的本质就是追求利益 更何况购买泰克已经花了不少钱 为了快速回本 马戏团根本不管泰克是否年幼 是否适合上台表演 就似乎忌惮地强行逼迫泰克训练 为了防止泰克逃跑 他们用沉重的铁锁锁住泰克的四肢 然后将它关进特质的牢笼里 这种笼子非常瞎斩 泰克进去后不仅跑不掉 甚至就连转转身和蹲下都做不到 只能保持战力 为了给他一个下马胃 训兽师会连着喝他好几顿 不让他喝水吃饭 甚至叫都不让他睡 一旦发现他睡觉 训兽师就会拿出特质的像钩 狠狠地打在泰克身上 起初泰克还想反抗 但总会迎来一顿毒打 久回久之 他终于学会了顺从 训兽师也放过了他 将他从这种牢笼里放了出来 然而出来后的生活 并不就好到哪里去 为了能让泰克快速上场赚钱 训兽师不管不顾地 加大了对他的训练 甚至还仅仅得意地表示 不能对泰克太好 不能轻轻地抚摸他 一定要狠狠地打他 最好要打到他苦苦爱好为止 因为他觉得 痛感会让野生动物更加听话 为此泰克经常遭到毒打 甚至还经常挨个 然而这些却依旧 不能令训兽师满意 这是下回以马戏团 大象泰克 疯狂踩踏 训兽师的真实录像 泰克被马戏团 残忍虐待21年 以努之下疯狂报复训兽师 却只会能够逃离牢笼 回归大自然 那么泰克的逃跑 究竟能否成功 经过一段时间的高程度训练 泰克终于学会了下跪 以及打鼓的动作 但这还不能令马戏团感到满意 一旦教求泰克 做出更加高难度的动作 从写字到画画 从环球到跳舞 只要学不会 不是被惦记 就是被毒打 马戏团只关注泰克 带来了多少利益 而观众们也只关注泰克的表演 有多新奇 闻友人真正关心他的心理 和情绪变化 甚至闻友人关注过 他表演背后 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惨痛代价 一次泰克被逼着 学习钻火圈 眼前的火焰 令他感到非常害怕 但身后的训兽师 手中的巷钩更加领他恐惧 前后为难之际 他最终还是钻进了火圈里 灼热的刺痛瞬间传来 训兽师不仅没有任何暗卫 还对他骂骂烈烈 觉得他不聪明 这么简单的动作都学不会 并未逼他一遍一遍地 从火圈里钻出去 泰克被打得遍体鳞伤 皮肤上也全是被烧掉的痕迹 但是他不敢停下 因为停下来 就会迎接更加残忍的折磨 在这一段环境中 泰克无时无刻不想着逃离这里 事实上他也确实这么做了 但大象毕竟不是人类 思维逻辑肯定不能与人人相提并论 他们有办法制定完美的出逃计划 只能趁着训练 脚链被摘掉时 寻找机会强行出逃 但是他就怎能抵挡住 人类的高科技武器呢 因此很快就被抓了回来 并且遭到了训兽师 更加惨无人道的对待 然而即便如此 泰克对自己的向往 依旧没有被抹灭 他在这种非人的环境中 生活了整整21年 期间无数次想要逃离这里 但都以失败告终 在与马戏团的斗智斗勇中 他也逐渐明白 自己要寻找一个能够逃跑的机会 很快他就等到了这个机会 1994年8月20日 泰克所在的马戏团 在夏会议有异常盛大的演出 开始之前 马戏团为了让泰克在表演中更加出色 为此特地设计了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泰克每天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因此更加坚定了逃跑的念头 表演当天 马戏团的管理员将泰克带到了等候区 准备上场 没想到泰克竟然做出了一个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 马戏团大象被采了阅在21年 一怒之下疯狂踩踏顺手势 报复人类 结果却被警方连开87枪 那么泰克的结局 究竟如何 1994年 等候上场的泰克突然将管理员一脚踢开 等他倒地后 泰克更是毫不留情地狠狠地踹了上去 疯狂地往他身上踩 现场的观众不明所以 还以为这是马戏团的新节目 因此哥哥看得渐渐有味 甚至还有人为泰克的行为喝彩 很快训手师就发现了不对 他立即拿着电棒和相钩上线 企图徒指泰克的行为 没想到 这次泰克并不就像往常一样退缩 而是勇敢地迎了上去 一瞧就将驯手师踩在地上 紧接着 象脚和象鼻轮番招呼在驯手师身上 这么多年的折磨 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讯息 此时现场的群众才意识到不对劲 纷纷往门口的方向逃窜 现场一片混乱 很多人被推倒被踩踏 但是这些情况压根不是泰克考虑的事情 他报复完驯手师后 快速地向外面跑去 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 彻底逃离这个人间烈狱 蓝天白云外面新鲜的攻击 象群的生活 才是他最向往的生活 然而偏偏有人要阻止他追求美好的生活 一个管理员试图关上马西藤的大门 结果却被泰克撞开 只要想到自己曾经被虐待的生活 泰克的内心就非常愤怒 他叫管理员先犯在地 刚想让他也尝尝被虐待的滋味 结果下一秒 泰克身上却突然一疼 随即他就看到身边围着一群身穿是服的警察 以及无数黑洞洞的枪口 泰克仍旧想让管理员付出代价 但他怎么可能斗得过真枪实弹的人类 明白这点后他强忍着身上的剧痛 想要逃离这个马戏团 无论去哪里都行 只要能够离开这里 然而身边的枪声此起彼伏 整整87声枪响后 泰克再也没有站起来 他无力的倒在了地上 眼中是对自由和远方的无尽向往 然而他发出的阵阵悲鸣 却无人能懂 大家只知道 马戏团的一头发疯的大象被打死了 自己的生命团权得到了保障 却并没有考虑过 泰克究竟经历了什么 也没就注意到 泰克在逃离马戏团的过程中 除了马戏团那些虐待他的人之外 并没有主动伤害过其他人 从头到尾 他想做的 不过是彻底离开这个 令他备受这么的地方 找回原本属于他的生活而已 但是仅仅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都没有完成 也许在这21年的被虐生活中 这就逃出来的这半个小时 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所以没有买卖 就没有伤害 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一句空函的口号 而是应该深深地 更值在每个人的心里 感谢观看